各位南岛鄉親 大家好 我是甄鬼祖 歡迎收看今天四月十日好禮拜一的南岛新聞 為了提醒在地醫療品質以及當教學會發展 南岛病院在中興新村的當教醫科四日四季行榮當教站 十日好早期伴侶甲白疑似 管理民族也特別交到參與 除了肯定南岛病院的用心 也鼓勵在地中部可以多多參與幾點多人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西籍相動長照站接台 投醫西籍長照站 照顧男子雄改站 我們到便宜的西籍行榮當教站 在國際建政下真是甲白 我們到官老人真靠比例 已經達到百分之十七點三六 我們到便宜以醫療專業服務 結合社區主委 今年五月份在民間鄉京的社區 設立四季行榮當教站 現在又扣大火部來到中興新村 正在當教股店 原來公館處土地 然後由國外博物給我們說 我們把它活化 我想除了能夠提供我們在地的 我們老化的健康老化之外 我們提供醫療服務 甚至我們提供卡拉OK 將來在後面看到這塊圖 我們將來在長長區後面 要蓋200床的護理之家 我們不僅要提供我們在預防醫療 預防老化之家 我們就要提供讓我們長者 將來南投在中興草原地區 比較少的護理之家 部分我們會提供一個200床的護理之家 包括長照機構 我們南投實力院 洪院長又在我們中興新村 四個里成立一個 營北西級長照服務站 那麼主要就是要照顧我們中興新村 把這些年紀比較大的老人 平時每天都可以到我們西級的長照站 來做一些訓練 來賠信 讓他們不要在家裡一直看電視 來這邊學習一些手機 還有多跟老人交流 真靠努化對社會 都來不做衝擊 如何讓老大人 換了健康和精彩 等到便宜來台方辦理股店 如果推動健康出現多年 也加入社會參與多年 並安排健康出現庫停工做 也還有紐體溫跟肺額 等健康感情方式 來關心中債的身體總控 我想屬於是我們的區域醫院 目前已經升級 能夠照顧我們更多南投的鄉親 那麼秉持的人力財力 都到位的狀況之下 我相信巷弄溪在這邊 勢必能夠推廣 照顧到我們的中興市裡 以及我們內陸 我們內心裡 還有我們的南內陸這個地區 中興村這些長者們 有一個地方可以來這邊 除了做活動以外 也可以來做健康檢查 希望說我們南投縣 未來可以有更多的 西級巷弄的長照站 也藉由這樣子活化我們 中興新村的建築物 希望說我們南投醫院 可以未來可以在更多的地方 來部署更多的長照站 就到西級 航龍等腳在那邊設立 我們要便宜 希望不是醫療 也能夠託電 以防保健的服務 也可以在更多的地方 可以慢慢利用 五點煮完 還說阿嬤大家 做活的健康檢查 其實不是長寶島 如果我們最愛的 做活動 我們也要做很多問題 我們要來做一個 成功的